赵明健回家或指示时间问题稿件来源,足球报记者王伟 报道除了高准益加盟广州恒大还在走最后的程序,贵宏加盟复利已经 官宣外,华夏幸福还有其他球员面临转会,赵明健已经抵达大连一方 在西班牙的训练基地,与球队会合,去年年底就公开宣传自己要回归 大连的赵明健,回归家乡球队也可以说只差官宣,而江湖传闻要转会 离开的任航和要去北京国安的董学生,则没有得到证实,董学生去年 已经与球队完成续约,可以说没有离开可能性,首先官宣的是贵 红月24日,广州复利俱乐部官方宣布从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以 禁中锋贵宏,这位前国卿队主力中锋正式加盟广州复利,双方签约四 年,贵宏1995年1月18日出生于湖北武汉,身高1米85 辞职中锋,曾流洋西班牙,2014年加盟西甲禁旅赛维利利亚,先 后代表U19队和司队征战各项赛事,2016年回国加盟河北华夏 幸福,累计出场32次贡献三个进球和两个助攻,另外从贵宏的 数据来看,他曾多次入选各级国家青年队,2014年代表U19国 清队出征亚洲青年足球锦标赛,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卡塔尔的比赛中攻 入精彩一球,广州复利俱乐部在评价贵宏的特点时表示,作为一名级 据特点和潜力的中锋球员,贵宏的加盟必将增强球队的整体实力,吸 望他尽快地融入新的团队,帮助球队取得优异成绩,说起贵宏就 一定要讲起武汉青训,出身于武汉青训的贵宏是武汉青训的佼佼者 小学四年级他就被山东鲁能足校看中,不过由于家中无法承担高额学 费而放弃,随后他在青岛雪球一年后以13岁的年龄被特招到武汉U 15T队,2011年,贵宏随队友们一起参加了成运会,代表武汉 雪拿到冠军,这是贵宏拿到的第一个全国冠军,这也奠定了他的足球 发展之路,和很多青年球员一样,通过国内成运会的比赛,贵宏 也被球探看中,接下来走上了刘洋之路,因为在成运会上的出色表现 曼联球星,西班牙中场马塔的父亲对贵宏另眼相看,2012年4月 在马塔父亲的引荐下,贵宏前往西移境旅阿尔科孔俱乐部视讯 视讯了几天,贵宏就被阿尔科孔相中,由于未满18岁,阿尔科孔指 能与贵宏签清讯合同,不过,没过多久,贵宏转投西以逼球队瓦伦西 亚聚风俱乐部年冬,贵宏加入西甲赛维利亚青年队,随队 征战西班牙青年甲级联赛,并随队获得西班牙国王杯青年组冠军 自年,贵宏升入赛维利亚一线队C队,不过刘洋之路国内球员 并不容易,2015年底,贵宏开始寻求返回国内发展,当时广州赴 利是第一个向贵宏抛出橄榄枝的国内俱乐部,并且承诺不错的薪水 不过最后贵宏辗转加盟了当时由李铁担任主教练,郑斌担任助教的和 北华夏幸福,三年前就收到富利的邀请和青睐,经过三年贵宏花 洛富利,这对他来讲有一种在续前缘的感觉,我和富利有一份缘分 贵宏说,能加盟富利挺开心的,因为能来到自己喜欢的球队 首先我很喜欢富利的风格,球队的踢法是我喜欢的传控为主,是技术 嗨,比较符合我个人的类型,所以是我喜欢的风格,从武汉青 迅培养出来,到刘洋征战再到返回国内联赛,过去六七年贵宏的足球 生涯起起伏伏,现在二十四岁的年龄是逐渐稳定并且出成绩的时候了 从2016年加盟河北华夏幸福,贵宏在三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和足鞋 贵的比赛中共为球队出场三十二次,贡献三例进球和两次助攻 不过更多的是以球队替补的方式出场,所以此次转会富利,并签约四年,是 贵宏向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出挑战的一次机会,引进身高1米85 的贵宏,富利是将其向肖志的接班人方向培养,也希望他在主教练司 脱一科为奇的率领下尽快融入球队,发挥出更高的水平,本赛季 广州富利在中前场引进了不少有实力的球员,国际球星登辈来,贵州 横峰队长范云龙,中锋贵宏,还有正在谈判的杨超生,新赛季球队在 中前场竞争将非常激烈,贵宏想要踢上比赛需要经过激烈的竞争 签约之前,贵宏已经与富利队友合练,虽然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熟悉 但他已经感受到了教练和队友的关心,贵宏说,虽然来球队时间 不长,但和队友,教练和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相互之间还是非常亲近 教练对我每天的训练安排和生活管理,很注重生活作息,球队特别 注重来到这里的每一名球员,虽然富利对新赛季在中前场竞争